首相拿督斯里伊斯曼·沙比里 昨天宣布解散国会 全国大选铁定在今年内举行 武董对外重申 解散重选是为了重建一个 更加稳定的政权 因为当前组织联合政府的政党 已经不再支持首相治国 只有重新大选 才能够为我国的政局找到出路 在社会上传统的处理 不再支持首相和BN 特别会议 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结束 总秘书拿督斯里安摩马斯兰 在会后通报会议主要是商议 国会解散之后的大选备战工作 并达成了多项议程 包括希望选举能够在11月中旬之前完成 以避开年底水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